我先讲讲我的A轮吧 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列拼网的时候呢 陆陆续续也有一些VC来找我去聊 我当时就发现不少的投资商对招聘这个领域不理解 因为招聘它其实是一个蛮专业的事 后来呢我经纬创投找到了我谈这个招聘这个事情 我其实我们只是表达了我们想做这件事情 以及包括是说我们做上线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我当时选择是什么呢 我们先用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把我的想法变成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运行模式 先放上线上去 要跑一轮之后我们再去谈 那么这样呢会有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一点是说你能让投资者比较清晰看到是说 你现在运行的涨得怎么样 然后呢你会让市场来去验证了一下 用户去验证了一下这个模式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们当时在谈融资在谈这个方向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初稿 这个互联网的初稿放在网上 已经开始运作它了 所以当时我们谈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达成共识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是达成那个A轮 那么A轮的时候有个小细节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A轮的时候我没有讨价还价 因为我说实话我当时我也不太懂 我没搞过融资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A轮应该估值多少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拿多少钱合适 我从来没干过这事 我觉得挺新鲜的 以前经常看到新闻报道说 这公司融钱那公司融钱 其实挺好玩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是能融钱当然是好 我当时跟邵一波聊完之后 我觉得他挺靠谱的一个人 然后他之前是做义去创业的 所以呢 他是创过业的投资商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层面上 他会更往创业者的角度去想问题 那我就跟他聊 聊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吧 那我觉得我也不用讨价还价了 我觉得如这件事情做成 所有事情都可以说 做不成的话 就算我拥有这公司把你摆了股份 也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就很快速 一个月不到我们就把这事情close 然后就很快有了A轮 A轮融资之后呢 很多互联网人在创业的时候 都想了怎么样把用户做起来 有流量 然后再想商业模式变现 对吧 我不是 我可能还是因为我是广东人的原因 我觉得是说拿了钱之后 怎么可以挣钱 那我当时就在想是说 我做这个模式之后 怎么样去可以让用户能够付费 所以在A轮融资之后第一件事情 我就把企业引入进来 原来是一个个人求职者与猎头的平台 但是在2011年的时候 我就把企业引进来 在这平台上面去招聘 因为企业它有找猎头需求 也有找候选人的需求 它更愿意付费 因为2B的这个生意是比较容易付费的 因为我原来就做招聘的嘛 我知道老板怎么想的 所以我就在2011年的时候 年初我就把企业团队 消费团队搭建起来 所以我们在A轮以后 很快就看到现金流跑起来了 那这时候 这个我们这个投资者就看到说 哎呦 这个模式很有意思啊 就是很多互联工丝投了很久 养了很大用户量之后 才想了怎么变现 怎么才有这个现金进来 然后你们这里面一放进去几个月 马上就有现金流进来 而且如果我们运作得好的话 很容易就打平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推动一个新一轮的融资 就我每一轮的融资啊 都不是说我主导去融资的 只有在C轮的时候 才是我自己主导 前面几轮的融资 都是投资者主动去主导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看得到说 这个模式很好 收入模式很清晰 需求很刚性 用户的这个市场很大 所以呢就导致是说 我们每上线一个东西 所带来业务增量很大 就很简单了 你有钱进去 产品升级换代会更快 然后你的用户获取会更快 企业的付费会更多 所以你的商业模式会很成功 那么我就很快地推进了几轮融资 在C轮的时候呢 我就很坚决地要主导这个融资 而且在融资的过程当中 我也很坚决地是说 我希望公司在下一阶段的时候 更正规 更像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规模 在运作这个事情 所以我需要这个投资商 有足够多的投资过上市公司的经验 所以我最后在选择过程当中 我就选择了华平集团 来投这个类拼网这个C轮 因为他们在投后的管理 以及在规模化系统化的 这种建设上面呢 是很有经验的 所以现在在投后的这段时间来看的话 也印证了我当时一个想法是对的 所以创业者在不同的阶段 你寻找的这个投资者的伙伴 以及你融资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这时候自己要想清楚 而且我觉得创业者在A轮的时候 不要太在意自己股份的息息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很决定性的 你也许在A轮的时候你吃亏一点 但是当你的业务和整个盘子做大之后呢 后面你的估值会非常的快 涨得非常大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稀释的股份呢 可能是很小的代价 但是你可以换来很大一笔资金 让公司能够非常高速 而且比较有保障的往前推进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让你的投资商 对你的下一步发展有价值 我自己不来自于互联网 所以当时我在选择经纬的时候 我是有个考虑的 因为经纬呢 虽然在中国根源时间不是很长 可能在六年左右吧 但是呢 他投了相当一大批的互联网公司 而且呢 尤其在移动互联网领域 他们布局相当的棒 那么他们有个很大特点是什么 这里面的投资的负责人呢 蛮多是有创业经历的 那么这个对于我来说 有一个很大互补性 我不了解这个领域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当你在 第一个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创业者在融资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是说 投资商对你的互补在哪里 如果是只是钱的话 其实每一家VC都有钱 但除了钱之外 他能带给你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经纬 他带给我的东西有几个吧 一个是说经验 就是各个投资公司之间的相互的分享 那么我在通过这个平台 我认识了不少创业型的公司的企业老板 包括现在有些上市的 那么我就可以看到是说 他当时是怎么做的 他在这个互联网的领域怎么想的 对我来说是相当于是上了一名MBA的课程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他们在这个圈内 互联网圈内的人脉会更广 他更能够理解什么样的人 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们也会给我们介绍一些人 加入了我们核心团队里面来 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很大的光注 所以这都是投资商带给你的增值 所以我认为在 如果是看说AB轮的这个经验的话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对你下一轮的帮助是什么 所以我在主导C轮的时候 我认为 这个投资商选择上面 应该对你下面的阶段很重要 所以说这是其一 其二呢 我认为很重要一点是说 你要找一个 在C轮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 能够支撑你比较久远去发展的一个投资商 那什么意思呢 首先他的资金实力要足够 因为到下一轮阶段之后呢 如果投资商不坚定 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拼资金的时候 因为你如果去看58上市的经验 你如果去看其他一些互联公司上市的经验 你就会发现在公司某一个充斥阶段 他资金的需求量是非常大 如果你选择这个投资商 是一个不那么坚定 对钱 对价值没那么大的一个肯定 和不顾一切往前冲的这样投资商的话呢 你是很难 就让公司能够发展下去的 你到那个时候 大家都讨论是值不值得投资钱 要不要投资钱 我可以很坦白告诉大家 现在在猎片董事会里面 我们谈的最多就是 我们要如何能花更多的钱 而不是说 你究竟的钱是不是花多了 你再省得点花 所以你在选择投资商 这个时候对我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知道猎片下一个阶段 所承载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要让中国这1.34个亿的职业白领 都知道猎片网 那这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那么我要在中国20个以上的城市 拥有猎片网的落地的服务体系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让中国优秀的产品和技术人员 加入到猎片网来去打造这个职业平台 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很大笔资金 所以我会认为是说 如果我不找到一个 能够在这个领域上面 能够舍得投钱的投资商的话呢 我很难走下去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一个是说你要了解 你下一阶段 你的投资商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 你公司最需要的东西 是不是投资商能够给予你的 在资金上他能不能够坚定的 不要左顾右盼的持续投入 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互联网的案例 都是在关键时候 董事会内部出现分歧 资金上出现的一些 使用资金的一些分歧 导致他们错失良极 就是一定不要让董事会内部 没有一个主线的一个意见 到今天为止 裂聘的董事会 依然是我们创业团队说了算 依然是我们创业团队 有一个很清晰的主导的一个方式 而最关键就是当时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我们让这个董事会相对来说简单 不要太多的方 所以现在我们只有金伟和华评 两家在支撑着裂聘的发展 而华评本身又是一个很大的PE 所以他在资金上面 是完全没有太大问题的 而他们也多次跟我们表达过 只要我们要钱 随时都可以 还是用回我原来找人的那条思路 就现在你有没有兴趣 不要紧 重要的是说你看到我的进步 所以我也会持续跟他们谈 我们现在进步 所以在12年中的时候 其实说到最后 都是说其实没有必要谈下去 因为我们的这个状态 如果你投五项美金的话 可能知道我们一大部分的股份 那可能也不合适 那对你来说的话 这个风险也比较大 那么我们在谈是说 你看看我 能不能把这个公司按照我所说的 做得好 往前推进 你们再考虑 结果 当我们在往前推进 这么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们成长非常的快 无论从收入指标 用户指标 用户粘性 到最后他们在做调研的时候 他们访问了大概有三千个用户 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用户体验 比传统的照片网站要好非常非常多 他们自己都被惊讶了 所以我觉得打动投资者 不是说你怎么去跟他谈 我一直的观点是说我怎么做 那么你跟他谈的话 你可以谈天花乱坠 这好那好 到最后可能你未必能实现出来 但是我会很坦诚地告诉别人 我遇到挑战是什么 我会怎么做 那么你看我能不能做好 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进展 都是超过投资者预期的 所以正因为我们每一次都超过他们的预期 那么他们在最后决定说投我们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顺其自然 而且扎平他们希望是说持续投 持续地占有列聘更多的股份 去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投资商在里面 那么这个的话就关键的看以后了 我们怎么去发展 当我们去融资的时候 你自己必须得很清晰 你自己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你怎么挣钱 你的挑战在哪里 然后你不要指望是说你说得很好 续续让那个投资者会说给你很大一笔资金 我觉得现在投资者 尤其是PE这种阶段投资者 他其实是很关注收入指标 用户指标这些很实实在在的东西 而不是说听你一个概念 就能把钱给你的 所以我认为我打动华平是用实际行动 和公司的成长去证明我们做东西是对的 列聘这个平台完完全全是中国人自己摸索 自己去研究 自己去探索形成的一套职业平台模式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带列聘到全球去 到上市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那么我们的计划呢 我希望能够在未来 这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能够看得到吧 但是我想我不会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来说 我不希望大家是笨的上市而做这件事情 我们是想做一个比较远大的事业 而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对于职场人来说 你不仅是找一份新的工作 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之后 你还得要去跟同行业交流啊 学习啊 成长 所以这是列聘一个下一阶段 要去重点去打造的一个平台 我是红柬 是红柬 能够的工程 那有搞 连alia Even